好 謝謝趙偉 大家好 那我想今天請我們財政部 金管會還有經濟部的列席代表 主委長 顧主委還有曾次長 上位長官請 部長好 主委好 次長好 我想我們在這個防疫期間 台灣為世界看到 那不僅僅我們有口罩國家 對 酒精國家 對 我們有防衛國家 對 我們有太多太多的國家 對 那剛剛提到 我們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最重要最重要 最廣大的一個基礎 那中小企業所支撐的更多的這個員工跟他的家庭 所以中小企業在這一次的這個紓困裡面 絕對是一個重點中的重點 所以我今天請三位上台 是因為你們是金融國家隊 金融國家隊 我們這個孔明星政委 跟我們經濟部 跟財政部 跟金管會 還有我們的銀行工會都已經宣示了 我們金融國家隊要確實紓困 雨天不收閃 為什麼要確實紓困 如果對我們的中小企業 不僅僅只是規模龐大的一些大型企業 尤其是八成九成以上的台灣中小企業 如果我們金融國家隊能夠確實紓困 可以給他們拼住 我相信只要他們能夠渡得了這一關 那他們的員工也才不會放無刑假 也才能夠撐得起他們的家庭 所以這個很重要 但是我今天為什麼要利用這短短時間 我現在來就交於你們 因為我發現我們的速度真的很慢 我請三位看一下 這是你們給我的資料 從3月16號開放 我們很多中小企業或是企業業者 包括小商家 自營商等等 可以申請紓困貸款 到3月30號 我看到的數字 公民營銀行總共收到企業界申請 展延振興貸款 案件有幾件 951件 但是目前才核准幾家你知道嗎 91家 我就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是我們的這個行政程序太冗長 SOP太複雜 還是我們的宣傳不夠夠位 不夠這個說很多中小企業 或者是很多自營商小商家 不知道該怎麼來請求政府的協助 那如果說當我們這個SOP行政程序 不夠簡化便明 不夠宣傳到位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的紓困 只是紙面上的紓困啊 並沒有辦法達到真正給予民眾 中小企業可以活下去的一個救命錢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民營航好像是我們金管會嘛對不對 主委 營航公會這邊你有曾經跟他開過會嘛 協調嘛 也發過新聞稿啊 是不是 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 就現在每天都有在召開相關您提到的這些數分貸款的執行的狀況 那麼到26號為止呢 現在是總共公民營加起來是1134戶 那麼核准的是120件 所以只有10%耶 10分之1 對但是我們就核貸的時程已經有規範了 也就是說呢 基本上來講不管是舊貸的展延 營運資金的這個貸款或者振興貸款呢 都要在兩個禮拜以內要完成啦 對不起我可以打個他 那如果說有任何一些delay的狀況 我們也會來密切的關注 那主委 那我給你看一個數字 你剛剛跟我講的數字跟你們自己公告在網路上的 是不一樣的 3月18號公佈一個數字 3月25號公佈一個數字 3月25號公佈的數字更難看 不是 現在我們是26號的數字嘛 那剛剛提到的核准的案件現在是120件 那我相信 我相信就是說 只要按照這個我們給他的核貸的一個期限的話 這個核准的金額當然就會越來越高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都要初步審核要送到信保基金 信保基金再回到銀行 主委我告訴你 食物面上面執行遇到中小企業去申請紓困 在實際面上遇到的困難是什麼好不好 我不知道你跟民營的這些銀行還有這些銀行公會怎麼說的啦 我等一下要問財政部我們蘇部長 主要當然我想就是說因為現在是由信保的機制來去承擔 因為相關的這些講法都是說他要拿單保品等等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透過這個信保的一個機制來去承擔 銀行所應該承擔的相關風險 那現在這個叫另外央行也拿出2000億 也是希望透過信保的一個九成的核貸 九成的一個信用保證的機制來去分散風險之後 我相信這個來申請的這個金額跟核准的金額就會來增加 主委我很願意相信也很願意我們金融國家都是要幫忙中小企業 但是我只是請主委好好的督促 也許你沒有辦法去督促第一線的這個職業人員 但是呢可不可以請你的相關單位業務同仁好好去督促 來第一線上的第一手資料告訴你 你們民營銀行很多的業務直接就跟中小企業講什麼 現在你不要申請桌啦 你申請桌了喔 他要請點名做記號啦 但你命救起來之後未來你如果要再借錢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無形的助記在那裡啦 剛剛委員報告我想喔 這個無形的助記才是匡住中小企業不敢來申請紓困貸款的 其中一個最踏實務實的原因啦 就是說委員如果有 因為呢他破壞了我們國家政府 對於中小企業在這個武漢肺炎疫情 這個紓困的美意啊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如果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主委你知道有這個狀況嗎 跟委員報告 你能不能讓我講完 就是說如果有任何的狀況 都希望委員把這些個案我們提到 有經濟部的一個債務協助的平台 我們可以來了解這樣可以嗎好不好 主委你請同仁去了解 各個銀行的各分行 第一線上去了解 來我請財政部蘇部長 簡短的回答 我們官股公股銀行 也同樣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我想這一部分我們一直以來都要求公股銀行 在政策就是這一次出困方案出來以後 我們會加強 那跟委員報告事實上我們已經派出了神秘課會到各個分欄 所以你有派出神秘課 那我們金管會主委這邊是不是應該金管會要派出神秘課 是不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必要的一個手段啊 就是我剛剛已經提到我們跟經濟部有一個相關的平台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提到那個平台 我們會對這些案件來進行了解 好 經濟部次長今天練習嘛 那你簡單回應一下 那剛剛財政部跟金管會都幫你割保證喔 那對我們中小企業的紓困我們要確實做到喔 好 跟委員報告我們 我們剛才那個兩位首長講的都沒有做 我們會儘快的跟兩個部位 對啊 那信保的部分我們會加快審查速度 我們信保審查速度 快一點好不好 我們現在才十分之一的申請案子才通過而已耶 那我們台灣有數十萬家的中小企業 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紓困 但是我們真的希望把這個救命前真的要及時到位 先把我們超過六周 好 謝謝